好 觀眾帶來關心到我的位子呢 就在新店安坑的頂好社區 那麼在今天早上七點五十八分 發生規模七點二的強震之後呢 雙北也有五級的震動 那麼可以感受到呢 這裡是搖晃的非常的劇烈 那麼可以關注到的是呢 我這邊後面啊 其實可以看到道路呢 原本是一路延長到後面的住家底下 但是經過強震之後呢 底下的住家樓下明顯是已經被掏空 那麼路面呢可以再往過來看一點點 就是呢過去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半是路面斷掉的 另外一半就已經在下面了 那可以看到呢 現在其實已經距離底下有一段的落差 因此呢搶收人員 他們可以拉繩索 以及漸漸的攀爬往下走 那麼可以看到呢 在下面的地方已經有怪手進駐 其實上午是沒有的 因為上午呢 包含了新門市長侯友宜 來這邊勘察的時候 是希望先了解大概的狀況 而下午呢 才緊急派駐兩輛的怪手 就是希望呢 可以先把像是這邊 其實延伸過去 還是有平面的停車長車格 那麼可以看到呢 在我過來這邊啊 後面其實這裡原本都還有一片過去 都是平面的停車場 不過也因為劇烈的搖晃呢 因此呢這裡一半車格已經被消半了 那後面呢也都是掏空的情況 而在下午呢其實包含了怪手進駐之後呢 已經有超過十輛的車輛呢 傳輸是掉到下面去了 因此呢 怪手進駐就是希望趕快用最快的速度 把這些車輛來吊起來 那麼可以看到呢 在我旁邊這一個是混凝土塊 也就是剛剛才進駐的 就是希望呢 靠他們等等就可以來放置在底下 來穩固這些地基 那麼今天可以聽到了 在稍早的時候 他們也說到了 是十三個人員是成功的撤出來 因此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是呢 他們今天都會漏夜來徹夜搶修 就是希望呢 等一下探明燈照明燈組呢 就會人員一路的往下 就是希望呢 在今天搶修過後 因為要避免在明天的時候 山區可能會有大雨的天氣來發生 因此呢 就是希望在晚點搶修過後 如果是到一半的話 他們就會蓋上這個帆布 來確保不會有任何的餘震之後 可能又造成土石的滑落 那在今天呢 他們仍舊是會車業搶修 就是希望呢 讓住戶這些居民呢 可以趕快回到家 而且趕快拿下東西 那麼盡快呢 現在呢 新北市府是將他們安置在 新北景美這邊的旅館 就是希望呢 他們可以確保他們的安全 那麼在釐清整個土石 已經是否安全之後呢 就可以讓他們回到家中 以上是來新北最新 將時間鏡頭轉給彭天主播 直升機降落停機坪 因醫護人員立刻上前查看 將傷者放上擔架 送進急診室內搶救 因為台中市和平區中橫037便道 3號早上因地震 導致落石砸車意外 其中一名路性菜車駕駛遭到落石砸傷 頭部受到重創 先有消防隊再往離山衛生所 再由空勤總隊出動直升機 緊急載運下山 送往台中的同綜合意願搶救當中 落石攤防造成12部車輛 以及車上人員受困在中橫便道中 公務斷機具進駐搶通 要協助人員脫困 往離山的方向 大概有12台車21人受困 那截至目前已經有6人脫困 那公務斷的機具 目前在21K左右的地方 持續的那個進攻 那希望說到現場之後 可以把人救出 而南投仁愛台十四甲線 也出現落石攤防 道路中斷的情形 怪手目前已經進駐來排除落石 但往武嶺松許樓的道路 目前都還是中斷的狀態 預計最快在下午3點 恢復通行 安靜 都雙腿的位置 給這個 團那 Thom 穿